大家好,我是东郎 近期我慕名去看了一部电影 如标题所示,花木兰 而且这个慕名并不是因为好评 而是因为这部片子差评如潮 我们可以放眼整个战类的视频 似乎就没有夸他的 我就觉得奇怪 题材这么好 迪士尼的电影技术也有保证 而且还有刘亦菲、曾子丹、龚毅、李连杰 这些不错的演员 能糟糕到哪里去呢 结果我一看 我本来最近火气就比较旺 这一看怒气时直接就上来了 本来我是打算做一期视频 把这部片子的槽点一一罗列 然后顺便和大家讨论一下 历史上的木兰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文案写着写着 我就陷入了一个问题 这部片子为什么这么招人厌呢 你要说浮花道、胡编乱造 那咱们的古装剧大部分也是如此 毕竟像西安24小时这样的良心剧 还是极少数的 这部片子你要说它完全老补 没有参考中国文化吧 也不对 也有零星亮点 比如征兵官员的服装 其中和冠、酷洗、两当 都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再比如宽阔的都城大街 颇有唐朝朱雀大街的味道 等等这些细节还算可以 尤其是我作为一名攻守 看到这片子里面的射箭镜头 也眼前一亮 虽然细说起来 依然有说不完的槽点 但是基本意思也到位了 就是我搞不懂 明明那么多不错的射箭镜头 怎么预告片里 偏偏用了一段动作不对的 但是整部片子就像是一坨 所以这些亮点就好像是 掉进了一坨 里面的糖果 让你更觉得可惜糟蹋了 那你说是因为充斥着刻板印象吗 这么说也对也不对 说对 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 成龙历险记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这里面 会魔法的老爹 会武功的成龙小玉 还有符咒生肖 难道不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 刻板印象吗 这部动画 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 还有对日本文化的刻板印象 特鲁 忍者 黑影军团 对吧 还有中华小当家 七龙珠这样的日漫 难道没有刻板印象吗 某种意义上说 这两部动漫里的大辫子和旗袍 其刻板印象 甚至比成龙历险记更为严重 为什么这两部动漫 也能够成为经典和几代人的回忆呢 为什么以成龙历险记为代表的作品 我们就不讨厌呢 所以我就一直想这部片子到底哪得罪观众老爷了 在想了几个晚上之后 诶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于是我一切都想明白了 这个事情是关于一个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个国学班 当然首先我们要承认 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发扬我们国家固有的优秀文化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你看我也天天跟大家说西游记对吧 但是国学班听着就令人十分恩疼 并且带有浓烈的油腻兮兮 我当时硬邀去旁听我们当地的一个讲座凑人头的 然后一个穿着褶皱绵马无功夫的大胡子 在讲台上夸夸戏谈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国学班的老师 具体信息就不多说了 断人财路不好 他讲的这个神论呢 就很让人恩疼 比如他有个概念叫一本正经 他解释说知识是无用的 中国传统文化不追求知识 只追求最终的大道 知识是没有用的 所以古人一辈子往往只读一本经书 所以叫一本正经 他还举了个例子 说古人看到月 就只说那是月 不会去考虑月球 你告诉孩子月球 那是阻碍了他对自然的浪漫的想象 想到月球 那月就只是科学的概念 想到月 孩子才能去感受自然的美 想到很多关于月的诗句 结果搞笑的是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空气突然宁静 估计是在想扯一句关于月亮的诗句 大约五六秒之后 他才憋出一句话 月亮走我也走 这个我会 我送阿哥到村口是吧 可这能算诗句吗 这个神论我记得最清楚 后来散场了 我就跟他来了一场史诗级的抬杠 我问他 老师 我也很喜欢国学啊 你说一本正经 那请问中庸算不算金呢 他一听以为自己收了谜地 就说中庸是四书之一啊 当然算金 我又问 那荀子算不算金呢 他好像觉得哪不对劲 失忆的说算 也算 荀子也是圣贤的 我说可中庸的主旨是 至广大而尽精威 及高明而道中庸 荀子说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则致名而行无过矣 都告诉我们人要博学 这似乎跟你说的好像不一样 大胡子老师 立刻显出颓弹不安的模样 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 左围里说些话 这回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只不过在这时候 众人没有哄笑起来 周围也没有充满快活的空气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 大胡子老师 我到现在也终于没有见 但是他的国学班 据说一直办得不错 通过这件事你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国学班这么招人烦呢 因为他刻意强调 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差异 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对立 并且为了迎合一些人 对古代文明的幻想胡说八道 同时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掐烂钱 对传统文化缺乏最基础的了解和尊重 不光是国学班 部分传武大师其实也是一样的 他们刻意将传统的积极技巧 和现代体育科学的搏击对立 并且通过这种对立 创造出不存在的优越感 满足粉丝们的美好幻想 而他们的目的 大部分也是为了掐烂钱 极少数是把自己也骗进去了 从这一角度出发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神论招人烦的原因 都是这个 总结起来 他们靠文化掐烂钱 但是他们对文化的态度 并不是饱含轻易的去钻研 而是以猎奇的视角和心态 刻意迎合一部分人 一厢情愿的想象 我们回过头来看 花木兰就会发现 这些问题它都存在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涉及到这部片子里的方方面面 这部片子是商业片 那不用说 其目的就是掐饭 这个不可耻 但是它的剧本非常不走心 有失美国成熟剧情编的水准 整个剧情乏善可承 桥段能用老的 绝对不搞新的 作为一个乐片无数的 108线小编剧 我在看花木兰的时候 能精确的猜出 花木兰什么时候能摔倒 下一个情节会如何展开 甚至能猜到台词 原因无他 他的剧本太无心意 完全一板一眼的应付了事 所以说这部片子 是靠情怀打文化牌 是在掐烂前一点不过分 既然他打出了文化牌 也确实对中国文化 做了一些浅显的研究 但是毫无疑问 他是以猎奇的心态 去刻意展现所谓的中国文化 这个和成龙历险记是不同的 打个比方 我们在看成龙历险记的时候 就仿佛在看一个外国人 在用憋角的汉语 讲述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虽然他的理解有偏差 也很幼稚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的态度是友善的 谦逊的 所以我们宽宏大量的中国同胞 大部分并不会觉得 他们有什么大问题 而花木兰则是以猎奇的心态 把中国文化 当成一个怪物呈现出来 不断刻意强调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不同 那么外国人 从他们的角度去看 似乎没有太大问题 而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仿佛一个洋鬼子 把一个中国人打扮上 奇装异服 画着诡异的妆容 观在博物馆里 展示给大家看 这种态度是傲慢的 无知的 跟谈不上友善 这样的比喻 可能有些过分 但我们的愤怒 或许就源自于此 而且相比于 国学班传武大师 花木兰更为可赠 国学班和传武大师 毕竟还是站在 肯定的角度去看待 我们文化的 这种的猪队友 虽然更像高级黑 至少他们表面上 对中国文化 还是尊重的态度 而花木兰 则是彻头彻尾的 傲慢姿态 一副 我是迪士尼 我说啥就是啥的态度 你说怎么能不让人讨厌呢 类似的问题 不仅体现在 对中国文化的展现 也体现在 对女权这个议题的展现 故事的一开场 就告诉大家 木兰有气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子 因为气是男子 才能使用和忧用的 剧情里也一再强调 这样的骑女子 如何与身边死板 分为格格不入 这种设定 本身也有很奇葩 一个女人 要拥有特异功能 才能建功立业 而且气这个神秘东方力量 安排的也很诡异 或许可以理解为 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内力 但是小说里的内力 这个东西 也从来没说过 女性不能拥有 退一万步来说 我们中国古代的宗教的修行 也是不分男女的 本土宗教道教有昆道 汉传佛教有比丘尼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更是连观音菩萨都变成的女性 我身为一个男同胞 都觉得这个设定很无厘头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 拍摄的女性角色 哎 掐烂钱 实锡了 没得说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在展现中国文化的时候 该篇极力强调 差异性 猎奇性 在浮华道的审美方面 故意臭得惊心动魄 而在女权这个议题上 弃的设定 又很明显脱胎于西方文化的女巫设定 这个时候 她又不加过多整理 一声声将一个西方蒙昧时期的文化概念 印掏在中国古代 而这和中国文化似乎更加的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 虽然也有王侯将相 但是很早就有人提出 王侯将相另有种户 儒家思想 更是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认为 汤武革命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更喜欢看 普通人奋发向上 建功立业的故事 而原作木兰祠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故事 一个普通的女子 替父同军 最后 归来见天子 天子做名堂 撤讯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而迪士尼的花木兰 却硬给木兰一个奇怪的东方力量 把木兰变成了一个美式的超级英雄 这完全背离了原作的核心 精神和理念 更背离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种种做法 其傲慢的姿态 和不走心的态度 已经昭然若揭了 其实孔夫子早就曾经约过了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我们把这句话 引申到创作理念当中 可以理解为 人 可以在作品中 去展现自己的情怀 但是 不能打情怀牌 给自己掐烂钱 所以孔夫子这句话 完全可以送给迪士尼 让他们好好反思一下 到这里 我们不妨再多说一句 我们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 不应该是对立的 立足于本我 去拥抱现代文明 是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 就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 用汉语吐槽着 现代的商业电影 并且将其制作为 一段视频 发在网上 这本身就是 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 拥抱和融合的体现 无论是我们自己人 还是外国人 刻意强调 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对立 大可不必 中国也逐渐 更必将以更自信的姿态 实现自己的全面现代化 从这个角度上 五千年传承有序的 中国文明 本身也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观众老爷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转发 现在算了 现在算了